这个时候是蟹爪蓝快速生长期 有一些蟹爪蓝甚至已经长花苞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蟹爪蓝 叶片还是软软的 没有长花苞 没有见快速生长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点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并不一定是切肥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们给它大水大肥的羊 反而会写上加香 因为出现这种情况 多数原因是蟹爪蓝的根系出了问题 没有长心根或者是出现烂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给它使用蟹爪蓝图氧杀菌剂 预防它烂根 如果一烂根的话 到后期我们怎么补救都救不过来 那么这种蟹爪蓝的话 我们只要对水给它浇灌 两次到三次就可以了 每次等到这个图氧完全干透 再给它浇灌 接下来就是要给它修剪掉 过长或者是过弱的叶片 像这种比较弱的 我们直接给它修剪掉 直接给它掰掉都可以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根系吸收养分的压力 那么就能让它慢慢的恢复长根 那么当它的根系恢复了 以后长出一些新的叶片出来 我们再给它施肥 让它恢复强壮就可以了 所以说大家的蟹爪蓝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一定要用对方法来处理 不然的话很快它就会挂掉 好了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